9月2日,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记者会,都为政府官员对于激进示威者暴力损毁香港铁路车站,破坏机场快线路轨等行为予以最严厉谴责。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,过去的周末让人痛心,示威者大肆破坏机场,令机场交通严重受阻,影响大批旅客对经济造成伤害。 有人在东冲永池拆下国旗烧毁,挑战国家权威,冲击一国两制的底线。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,过去两日暴徒对32个港铁车站做出恶意破坏,除了损坏闭路电视和售票机之外,更破坏东冲站和清一站的车站控制室,造成史无前例的大量设施受损。 车站人员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,需要紧急撤离。 9月2日,有人到个别车站干扰列车运作,例如拉动紧急撤及用雨伞等物品阻碍车门关上,影响市民出行。 暴徒行为野蛮,目无法计,他予以严厉谴责。 上星期六,即是8月31日,有暴徒在多条铁路线,总共32个车站是大肆破坏。 我们讲的是32个车站,整个香港的铁路网络是90多个车站。 即是说有三分一的车站是受到恶意的攻击。 包括损坏湾仔站越台幕门,和将硬物抛入这个路轨范围。 严重危害乘客和港铁公司员工的安全,以及列车的安全运作。 有五条的铁路线路因此被逼停止列车服务,为香港市民带来严重的影响。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,8月31日,示威者与警方对峙期间,投掷约100个汽油弹。 当日在港铁站内一名13岁少年被拘捕,他身上藏有两个汽油弹。 示威者有准备在地铁站投掷汽油弹,这个后果不堪设想。 9月1日,有示威者在机场快线内扔杂物,企图酿程车祸。 他称示威者的行为已经属于黑色恐怖。 暴力人士又将一些杂物投窄到铁路的路轨,危害铁路安全,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事故。 后果也是不堪切想的。 另外,暴力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,示意袭击,围殴,欺凌乘客,制造黑色恐怖。 同他们自称所争取的所谓公义,完全是背道而铁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